大家好 朋友们现在是下午的 16点38分了 刚才给大家聊了一段这个 也不能叫我开歌厅吧 反正是在歌厅投了点资啊 投了一点钱在里边 有那么几年的时间啊 我也不参与实际的管理 就算是股东之一吧 我们这个 动议啊 谁想干的呢 是一个山东人 一个山东合则人 他呢比我大点啊 现在也50多点了啊 比我大两三岁 是他想开 他想开呢 嗯 然后呢就开始找人呗 找人 找哥几个不错的 给凑点钱呗 就这么着 凑了五六个六七个人 然后就开了这么一歌厅啊 这个 要说起来哈 好像那是零四年的事了 零四年开始弄 零四年开始弄 北京市的歌厅已经不批了 就不允许了 这种歌厅啊 歌舞厅啊 夜总会啊 不批了 但是说实话 中国啊 总有例外 为什么中国各种的丑闻呀 绯闻呀 各种的违法乱纪呀 违反法律呀 以权谋私啊 他就在于说 中国的法律没有人想 真正的遵守 然后呢 你只要有关系 有路子 总有办法 然后我们这个哥哥吧 我跟他叫哥哥 他比我大啊 就是说最后他托人 嗯 你别看他一山东合则的哈 他在北京也来了二三十年了 路子挺野的 是吧 北京话叫路子野啊 路子野 他呢 托人托到了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 马振川啊 马振川早就退了啊 托的马振川当时的一个秘书 具体哪个秘书啊 我就不知道了啊 就是我也没见过这人 因为我们是吧 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我们不管这些事 我们就负责给投钱 然后托了马振川的一个秘书 以这个说起来挺可笑的 以这个文化 文化娱乐还是叫文化发展呀 好像是文化发展啊 有限责任公司 以这搞文化的名义 给批下来了 有点意思哈 啊 当然了 这个你要打通关节都得花钱吗 花钱送礼 包括我们这个歌厅啊 是 是一个央企 是两个央企 两个中国自投的公司 合建的一个大厦 在那里边 租了整整两层 两层啊 开的歌厅 然后呢 是空房子 然后我们没少往里投钱 嗨 这猫又来了 又又来了啊 我不跟这聊天 不跟大家砍 他也不来 我这一砍他就来了 没关系 在这吧 是吧 三十晚上吃饺子没外人 然后呢 包括我们弄那个歌厅 是空房子两层 就给搞成了好几十个包间 然后装修也花进去不少钱 贴壁纸啊 买沙发呀 买卡拉OK的设备呀 这都是一笔一笔的钱啊 装修 结果呢 这个等你到这个消防局 消防局得来验收 说你这个得符合消防的规范 你不能有这个发生火灾的 因为歌厅嘛 人员密集啊 免不了有人抽烟 因为那个年代还没到禁烟的时候 是吧 这两年开始禁烟了 但是大部分人也不遵守啊 结果就 消防局一来查 说你这不行啊 你这个不是 叫隔热还是叫防火 还是叫什么材料啊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啊 很多年前 九几年 有一湖南人小黄 租我们家房 他跟这个公安部消防局的认识 然后他就能 做这种消防工程啊 然后我们这个朋友 我们这个哥们啊 他就找的这个 找的消防局的人 就是有一个处 好像是叫什么处 防火处还是叫什么 专门找他们 又花一笔钱 没事了 实际上 如果说这个东西有问题 可是他已经都贴上去了 那壁纸啊什么的 可是你让他接下来吧 他损失一大笔钱 那么呢 消防局 你有人 当然我们是临时抱的佛脚 花笔钱吧 这个 打点打点就过了啊 就中国嘛 反正就这么点事 没办法 你要按照规范来 恐怕所有的买卖都得关张 是吧 反正你在中国混 人在矮言下 不得不低头 就得有很多变通的手法 因为中国本身法律就不健全 法律是给那些 真的是彻彻底底的纯底层 是一点关系 一点门路 然后也套不出钱来 是吧 也没钱 那些人 那些人最可怜了 所以我们还多少有点钱吧 我们想投资这个 就给花呗 是吧 就花点 花点之后你就没事了 可是这东西不把牢 是吧 换个人 换一个头 是吧 发现这问题了 可能你就麻烦就大了 那你只能再花一份钱呗 也就不过如此啊 说说我们这几个人啊 这有几个股东给投钱的啊 这个山东合泽这个人 他是起到主要作用 他是发起的 他怎么想起来弄这事呢 他基本上这个人算我的同行 我是做 凉油批发为主 也做饮料啊 酒啊 蔬菜啊 水果啊 水产品啊 我们是什么都做 他也基本上是这路子 但是他是以饮料为主 但是他做的比较大 他就是 是正式的 比如说那个 奴福山泉 矿泉水 他是经销商 那会在那个西志门火车站 那个货厂 现在没了啊 现在都没了 那个货厂他能够一次就接车皮 就能接五六个车皮 一个车皮装5000箱左右的矿泉水 一次卸矿泉水就能卸3万箱 然后他雇了20多个装卸工 完了昼夜呀 起早贪黑的干 然后特别的辛苦 他也是因为应酬 有的时候他也需要打点关系呀 他的客户啊 或者他有求于人家的 他请人家去歌厅啊 消费啊 他觉得嗯 这个没怎么着 这一晚上扔出去好几千 是吧 他觉得歌厅容易 所以他后来想开这个 后来找了几个人啊 有一个河北保定人啊 然后基本上也算我们这圈里人 还有一个 就是那个北京人都知道 那个锅林家常菜 锅林家常菜后来在北京 不是开了好几十个 起码二三十个吧 分店是其中一个分店的老板 加盟吗 挂 挂着那个 叫什么挂着那个那个那个 锅林的牌子啊 那是一个人 那个人是辽宁人 是辽宁锦州一带的 锦州是复兴的 可能复兴的 反正是家里是蒙古族啊 有这么一个人 然后还有一个也是北京人 这个人呢 是一个邮局系统的 邮局系统的一个 培训中心吧 就是一个宾馆 一个一个度假村性质的 呃 是那的一个总经理 然后还有一个公安局的 啊 公安局的某区啊 北京城区里边的某区公安分局的 国保啊 国保科的科长 有这么一哥们啊 啊 就这么这么几个人呗 就是就传这事 然后 现在我想想啊 可能是这个我们那哥们 已经批不下歌厅了 找的那个市公安局 呃原来的老局长马震川的秘书 可能就是这个 国保科的科长 给我们这个发起人 给这个老大吧 我们的老大给他签的线 估计是这路子啊 当然我们 这些事有时候我们也不打听 也不能了解的太详细 是吧 了解太详细 对自己也没好处 是吧 俄罗斯好像有句谚语 叫什么来着 叫知道的多老的快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呢 知道的少点吧 心里边不烦 是不是 我这个事已经知道的够多的了 是吧 我还做着买卖 是吧 批发着粮油 我还这么爱看书 是吧 所以我不太关心这些事 说起来挺好玩的 你说我这人 啊 一方面哈 我还到好几个大学讲过课啊 我也写过几篇文章也发表过 然后那个 啊 一方面是吧 一方面我还干着 还开歌厅啊 这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 是吧 一方面呢 我是初中毕业 可是论文也发表过 是吧 头一个职业是扛大包的装卸工 结果呢 自己也当了一个小老板 然后呢 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又来到了西班牙的巴塞罗那 有时候我都觉得很难用一句话来形容我自己哈 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另外呢 有个词叫合并同类相 你把我往哪个圈的合 你说我是生意人吧 没错 可是那种纯粹生意人 然后只讲钱 有时候我还觉得我对他们有点不屑 虽然我也为无斗米折腰 你说我是学者吧 我是写过几篇文章啊 在军事科学院 那个军事历史还写了一篇论文也发表了 但是吧 在中国呢 没有民间学者的这么一个生存空间 如果是那种体制内的学者 那个圈啊 那个那个我接触了不少人 那个圈我还进不去 虽然他们有的水平真的乏善可陈 并不怎么样 所以我是一个很复杂的人 是吧 然后我又搞业主维权 是吧 然后又领着一帮人 跟这个开发商啊 物业呀 接到万人处啊 派出所啊 居委会啊 去跟他们抗争 所以 你说我是混混吧 这有点不尊重我自己啊 我还是努力奋斗这么一个人 但是在中国呢 也奋斗不出什么结果来 所以呢 当年我搞维权的时候 他们邻居就说 说你干的事啊 成功不了 也可能是 阶段性的成果能取得 包括我给邻居们挽回损失 也价值好几个亿啊 至少对吧 但是说你就像一个唐鸡科德啊 拿着一个大红鹰枪 是吧 骑着一匹驴吧 还都不是骑着一匹马 骑着一匹瘸驴啊 秃毛驴 奔着风车就去了 所以后来我一想我来西班牙 正好是我的命里注定啊 这个看起来非常的理所当然 也是我内心的和我后半生的一个归宿吧 好吧 朋友们啊就聊着一小段啊 坎坎啊 接着啊 待会儿啊 歇会儿喝点水啊 再跟大家坎啊 谢谢大家 Muchas Gracias amigo amiga 再见